詞曲 李宗盛 多格性 请进 上午好 林牧师 你好 玛利亚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林牧师 我遇到了一件事 如果不跟您说 如果不跟 如果不跟上帝说 心里就不得安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我说 林牧师 今天早晨 总督在早餐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在香港也做得出 英国风味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饭菜做得好 还是不好呢 那你是怎么回答总督的呢 我说 总督阁下 我们英国人 不管走到哪里做出的饭菜 都是英国味 请问林牧师 我这样回答对吗 那么总督又对你说了什么呢 总督没再说话 让我不安的就是他不说话 一直到吃完饭 总督夫人才朝我笑了一下 说玛利亚很好 既然总督夫人说你很好 你还有什么可不安的呢 很好不是总督说的 而是总督夫人说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说的是我这个人很好 还是我服务工作做得很好 或者也许是指我 对他们的爱犬该日很好 总督夫人是非常喜欢狗的 总之是很好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得到总督夫人 这样的评价 你应该满足了 既然总督夫人喜欢你 总督也会喜欢你的 玛利亚 你在总督面前 没有做过什么措施吧 没有 我在总督府工作了十五年 以前侍奉过三位总督 和他们的夫人 还有孩子 我从来没有做过措施 上帝可以作证的 好了玛利亚 一个诚实的人 不必担心自己的命运 总督和家务员 那些不归我管 都是总督秘书的事情 不过我也可以进总督办公室的 那里有我负责打扫 一些看过的信件 作废的文件 总督随手丢进直楼里 我每天都是先撕碎了才拿出去 你知道吗 那些都是保密的 牧师 您回来了 阿辉 怎么是你来开门 阿宽干什么去了 他在哪儿 阿宽去哪儿了 宽叔啊 陪小姐 易先生去送王台了 送王台 他到送王台去干什么 宽叔跟易先生讲谷 就说起了九龙的送王台 易先生非去不可 小姐也想跟着去看看 易先生喜欢寻房古迹 送王台他是一定要去的 他在汉园肯定是待得有点闷了 只要有人陪着 出去走走也好 不妥 易先生不能过海岛九龙去 万一在那儿遇到官府的人 那就 那就很危险了 牧师啊 这点你根本不用担心 我回家经常从那里走 宋王台在九龙界线街里面 不归中国馆 当年 援军的铁蹄踏遍中原 大宋的江山 就剩下这一脚残山胜水 南宋君臣 仍然势不祥远 是至旧南宋 阿宽 这块就是当年南宋少帝铸逼的巨石吗 是啊 当时南宋的人马往这边推 援军在后边紧紧接干了 眼看着少帝就被捉住了 那怎么办呀 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块巨石哗啦 裂开一刀大缝 少帝赶紧藏了进去 等援军走远了 少帝才从里面出来 这石缝啊哗啦又合上了 那可太神奇了 想必是百姓心向大宋 所以编出这样的传奇故事 也不必当真 易先生 你不能不信啊 那少帝可是真龙天子啊 他们在这里住下之后呢 有一天少帝 登上这块石头 往远处这么一看啊 哇 这四面都是山啊 飞蛾山 东山 大老山 瓷云山 金雄山 狮子山 燕敦山 英朝山 一共有八座山峰 很是威风啊 少帝一看 这八座山 美山一龙啊 他旁边的一位大臣连忙说 陛下贵为天子也是一龙 这是少帝笑了 请言之有礼 朕就把此地赐名为九龙吧 哦 原来九龙这个地名 就是这么来的啊 咱们香港很多地名大都有来处啊 你比如说 这山下有个村子叫二王殿村 当年就是少帝的行宫 出到此地土瓜湾的百姓划船列队去迎接 哎 少帝还赐他们一把黄断玉伞 从来以后老百姓们把他珍藏到今天 每年端午节啊 总是先败玉伞再花龙中 那后来呢 后来 他们一路转战南下 最终在广东崖山战败 陆秀夫背着少帝 头海而亡 十万将士誓死不相抵 壮力献身 使大海为之用色 让来 跳变 演唱 排名 七 七 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忘记了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 什么事啊 你把这封信和这包书 替我送到总督府去 总督府 牧师啊 我怎么进得了总督府呢 能够有卫兵站岗的 你不用进去 交给卫兵就行了 请他们转交总督 他们肯说吗 你拿上我的名片 对他们说 你是林牧师家的仆人 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历史 往往是惊人的巧合 1840年 正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也正是由于那场战争 是英国得到了香港 还有一个巧合格下 1858年 我出生的那年 英法联军攻陷了大孤口 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是我们得到了九龙 这太妙了 而今年1898年 女王陛下委任我出任香港总督 而且得到了一个新建 是的 感谢历史的厚爱 他给了我这么一大片土地 使我的管辖范围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 这是我所自豪的 是的 阁下 新界接管以后 香港的土地面积扩大了11倍 水域面积扩大了四五十倍 人口增加了十万以上 这是历届总督梦寐以求的 终于在阁下手中实现了 不不不 现在还不能用实现这个词 因为到目前为止 它还只是一幅地图 一份文件 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 那么我们还需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才行 都拿了公使 为我们打开了进入中国大陆的大门 但是同时 它也制造了一些麻烦 斩脱香港戒指砖条 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漏洞 比如说九龙寨城问题 既然香港的边界已经拓展到了 大鹏湾和深圳湾之间 那为什么进在九龙湾旁边的 九龙寨城却可以除外呢 这是它的名片 不可以 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总督府的安全 不负责传送任何书籍文件 警官 你就帮帮忙吧 要不然回去 我没有办法向牧师交代 走开走开 快走开 警官 您帮忙忙好不好啊 这里是总督府 门前不许闲人停留 快走开吧 警官求求你了 帮忙忙吧 走开 快点 听到没有 你快走吧 当兵啊 出什么事了 这个陈妮斯姑娘是谁 她是林若翰牧师的仆人 来给总督送书的 林牧师 她送来的一定是上帝的福音书 把它交给我吧 多谢您了 太太 要叫我玛丽亚小姐 是 谢谢您 玛丽亚小姐 我想阁下已经注意到了 砖条虽然允许中国的官员 继续驻扎在九龙寨城内 后面还有一句话 唯不得于保卫香港之五倍 有所妨碍 这是窦宫时 为阁下预先设置的一处伏笔 好 我们就利用这句话 打做文章 更妙的是 砖条里 所有现在九龙城 驻扎至中国官员 这一句话 英汉两种文本 有所不同 汉文本用的是 中国官员这个词 文官武将 都包括在内 而在英文本用的 这却是 Chinese official 显然是指中国文官 是吗 我不懂汉文 我没有进行过比较 不知道 这两种文本 还有这样的差别 阁下 据我所知 中国在九龙寨城内 一贯实行的是军事管制 并不是文官管辖 这就是说 允许他们的文官 驻扎仅仅是一句空话 我们可以此为借口 赶走他们的军队 整个寨城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我们手中了 太妙了 这实在是太妙了 洛克先生 我很欣赏你非凡的智慧 由一位汉学家来对付中国 这简直就是妙不可言 中国有一个成语 以子之矛 公子之洞 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听说 你在新界调查的时候 成功地得到了 新安县县令 卢焕的帮助 我不知道 你用了什么办法 将它征服了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这就是 大清上上下下官员 都十分乐于接受的 而且 还十分熟悉的 贿赂 贿赂 这个有魔鬼发明的办法 它全世界都使用 当年异教徒只用了 三十枚银币 就又是犹大出卖的耶稣 是的 那么你送给新安县令的是什么呢 是西洋产的字名中 还是中国的字画 听说你是个收藏家 不必动用我的收藏 卢焕是一个土官僚 他根本不懂得文物的价值 只认得钱 我用银子敲开了他的门 借出了新安县的填土登记档案 整整抄了三帖 虽然代价比异教徒 收买犹大的三十个银币 略为高了一些 但是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接管 是非常有价值的 很好 怪不得我们丁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说 新界需要什么 洛克先生他是最好的裁判 谢谢张伯伦大臣和总督阁下的赏识 进来 伯利啊 是不是该喝下午茶了 是的阁下 下午茶马上就到 这是刚刚收到的一封信 还有书 是林牧师送给总督阁下的 林牧师 哪个林牧师 圣约翰大教堂的林若翰牧师 阁下听过他的讲道 我知道他 城市的约翰没有撒谎 对 他给我写了信 有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 祝贺我就任总督 是不是有些晚了 这比中国总理衙门的贺店还要晚些 林牧师在香港是知名人士 他的学识渊博 著作丰富 打开那个包裹看看是什么书 是 阁下 林牧师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神职人员 而且他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居住 游历了三十多年 对中国国情和华人社会 有很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这对总督治理香港 有一定的价值 又是一位汉学家 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太忙了 我哪有时间读书 那么阁下是否可以接见他一次 听他谈一谈 听他谈一谈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有的 阁下上任以来 香港各界都在观望 都想看一看 新总督上任以后的 施政方略和治港风格 如果阁下把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 笼络在你的周围 将对你的事业 如虎天意 好吧 在我有空的时候 我可以给他二十分钟 那 阁下安排在什么时间呢 好吧 那么就在明天喝下午茶的时候吧 我和你一起见他 喂 杰先生 罗克先生 等一下 从这封信来看 他好像有些怕我 你可以这样告诉他 让他见到总督 没必要那么紧张 是 阁下 杰先生 请给我接 等等 我又改变主意了 明天就接见他 这似乎太匆忙 也太隆重了 我还要考虑 对其他人是怎么办 对一个政治家来说 用人那是一门艺术 要善于掌握 平衡技巧 喂 您好先生 您要哪里 请讲话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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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哥 邓少爷 你看 你怎么又来了 哦 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姐 哎呦 真不瞧 我们家小姐出去办事去 不在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可就不好说了 啊 邓少爷要是没有时间的话 就别等了 谁说我不在呀 哎 你 你 小姐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根本就没出门 温娘 温娘 你在 温娘 你怎么又来了 是啊 这再次登门 的确有点难为情 上次一来 就被你劈头盖脸 骂了个够 哎 我也不是那厚颜无耻的人 这老话说 人有脸 你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对啊 因为我有难处嘛 你有什么难处 不就是怕 找不到门路买枪呗 你就为了这件事 你根本心里就没有我 要不是为了买枪 我看你啊 连踏进望海楼 一步都省了 温娘 是我对不起你 好 温娘 上次 就算我没开口 我今天向你道个歉 你记住 就当我上次没有说过 你也没有听过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 好吗 媚娘 从今往后 我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站住 媚娘 上次你已经羞辱过我一次了 这次你还要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死心哑啊你 你就不问我 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 什么 熊哥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还不懂媚娘的心吗 你交代过的事情 我哪样没给你办好 媚娘 你答应帮我了 要是问我真心话 我一万个不愿意 可是我又知道拦不住你 你是那种 只要认准了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 我要是不帮你的话 你又东奔西跑的去找门路买枪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误了你的大事 那怎么办 媚娘是替你着急呀 在这世界上 如果连我都不帮你 那谁又能帮你呢 你就不怕我连累你 不怕 你不怕吃官司 不怕 你不怕毁了你汪海楼的生意 更不怕 你不怕丢了性命吗 我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什么都舍得 熊哥 我还要祈求苍天保佑你 一定要让你的事情能成 大败洋人 保住新安县 到那个时候 我还要什么忘海楼 我要高高兴兴地回到景天 可以和我的熊哥在一起 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算真真正正正 有个家了 没有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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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先生 累了吧 天也不早了 咱们坐轮渡过海 赶快回家吧 阿宽 易兰小姐 我想和二位就此告别 易先生 其实我早有离开汉原之意 只是一直碍于汉翁的情面 不便名言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打算好了 正好汉王给了我这些钱 可以姑娘轿子去锦田了 你这样不辞而别 这牧师会伤心的 阿宽 这个我也知道 可是如果我跟他说的话 他是不会答应的 易先生 你非走不可吗 是不是这一路上 我哪儿做得不好 得罪你了 易兰小姐 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自己 不宜在汉原久留 你别这样好吗 你是我爹地最尊贵的客人 以前 没有人在汉原 受得过这样的礼遇 你这样不辞而别 代帝会很难过的 别走了好吗 易兰小姐 易先生 留下来吧 好吗 易先生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小姐 这样盛情挽留客人 既然这样 你就不要走了 我们走了一天 已经很累了 是不是找个地方 歇一歇 是啊 我也有些饿了 这样吧 我们找个地方 吃点中国饭 正好我身上有钱 我请客 伯雄 伯雄 君术雄 君术雄 伯雄 真的是你 兄长 咱们兄弟终于见面了 真是没想到 你竟然千里迢迢地 从北京赶到这里来 叶南京 北京出大事了 兄长 我知道了 兄长 你此次乱下 为什么不来找小弟呢 我到香港了第一天 就跟你写了信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又退了回来 不应该呀 今天机请围 是很容易找到的 兄长 你是不是写错地址了 没有错 好了好了 不提他了 反正咱们兄弟已经见面了 走 跟我回家 伯雄 我怕去你那儿 会连累你 你这是什么话 你我情同手足 本来就同生死共患难 再说 我那里朝廷边长莫及 天高皇帝远 走 快点跟我回家 走 伯雄 怎么了 伯雄 我在香港 住在一位朋友的湖上 要走 我也得跟我的这位朋友 打个招呼 兄长在香港还有朋友 我怎么从未听你说过 是这样的 此事 说来话长 你离京之后 我在谭福生的 芒苍苍斋 相识了 香港来的林若翰老先生 这位呢 就是林若翰老先生的女儿 以兰小姐 这位是汉原的管家阿宽 承蒙府上款待我兄长 邓某 多谢了 邓先生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已经常听易先生提起您 今天在这里遇到 真是太好了 敢问府上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花园街松林境二十九号 汉原 为时半会儿不便离开 你如果有空的话 可到汉原来一续 好 兄长 咱们此次见面 有千言万语 不知从何说起啊 这样 前面有一个望海楼 他东家是我朋友 咱们不妨上楼一续如何 走 走 兄长 这个饭店啊 就叫望海楼 就是这里了 兄长 里面请吧 您请 好好好 请 好好好 起位里面请 来 来 来 请 高王 快去告诉小姐 我有贵客来了 快去 好嘞 来来来 里面请 里面请 提位楼上请吧 来来来 快叔 真不错 是个雕花楼 来 怎么样啊 回 那封信呢 信和书已经送出去了 本来卫兵是不肯收的 多亏了一位玛丽娅小姐 请 不许话 请请请 请 干杯 好 来来 易先生 林小姐 你们都是熊哥的朋友 也就是我媚娘的朋友 更是我们望海楼的贵客 大家都是中国人 今天有缘相会 易先生远道而来 我先敬你一杯 我先敬你一杯 易某 漂泊异乡 拒目无亲 今日 和同胞相聚 就像回到家一样 明南小姐 谢谢 谢谢诸位 干杯 干杯 开了分 阿辉 可能是总督府打来的 喂 你好 阿辉 我来进 我是林若翰牧师 林牧师 你好 你好 我是池孟环 什么 池孟环 阿辉 你去准备晚餐吧 是 牧师 是 牧师 池先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很忙 是这样的牧师 我知道打扰你了 但是我还要感谢你 答应了为我施洗入教 什么 池先生 我答应过你吗 是啊 礼拜天在圣约翰大教堂门口 你告诉我说 入教要经过严格的手续 这不就是答应我了吗 请问林牧师 入教要办哪些手续 池先生 如果一个人真心向往基督 就应该明白 受洗入教 除掉的不是身体上的误会 而是 灵魂中的罪恶 它表明 受洗的人甘愿当众宣布 做主的门徒 弃离罪恶 归顺基督 我 我愿意当众宣布 林牧师 请问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对你来说 现在还谈不到这些 归顺基督不能 只凭口头的信誓旦旦 还要经过 长时间的目道学习 灵会教义 身体力行 经过教会考察认为合格之后 才可以接受洗礼 这些我都听到了 林牧师 可不可以快点呢 给我通融通融吧 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话虽是这么说 但在这个世界上面 没有什么原则是一成不变的嘛 是在人为 人是有感情的嘛 我相信以兰小姐都告诉你了吧 我决定把一块十五一亩的地皮 无偿奉送给她 请你不要侮辱我和我的女儿 池先生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易 如果你想通过赠送地皮达到什么其他的目的 那么你错了 我的女儿并没有接受你的地皮 我现在正式告诉你 她不要不要 我们林氏家族不可能接受任何不明不白的馈赠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老东西 我们林氏家族不可能接受任何不明不白的馈赠 林氏家族 林氏家族 林氏家族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池氏家族有数百万资产 还有太平绅士的头衔 你有吗 你个只会念圣经的杨和尚 除了一个空头的足灰和身上的白皮之外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样样比你强 杰先生 喂 杰先生 麻烦你帮我接林牧师的家里吧 好的先生 对不起 现在线路不通 请您等一等再打吧 线路不通 我刚刚才打的嘛 分明是不肯接我的telephone 死乌龟 你去死吧 哎 少爷 我回来了 少爷 您让我给买的书我都买回来了 有圣经 还有使徒传记 入教须知 教会历史啊 你拿去看吧 少爷 您这是 少爷 您发这么大火干嘛 啊 何必呢 老爷 不是一再嘱咐 要和气生财吗 我要和气 可人家不跟我和气 林若翰实在是太可恶了 入教的是推三推四的 亨叔不肯答应 连那块地皮也干脆说不要了 啊 这么大一块地皮都不要了 少爷 刚才那个telephone 是您打过去的 还是他打过来的啊 当然是我打过去的了 他才不会打过来呢 那 那块地皮不要了 是林小姐亲口说的 还是林牧师替他说的 是那老头子说的 我又没有机会跟他女儿通话了 那少爷 您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回答 我怎么回答 我还没说完 他就把telephone给挂断了 哼 要不然 我非把这个老不死的 骂个狗血喷头不可 可惜让他逃过去了 好 好 好啊 好 你还说好 好什么 少爷 以我看 这件事 一点都不怪人家 什么 不怪人家 难道你怪我 是啊 少爷 不判断 那块地皮吧 少爷 可从来没有追着龙尔臣 去抢购啊 而是 也花了五千港币 十五英亩的土地 就轻易到手了 十五英亩啊 换成花母 那就是九十多亩地啊 五千港币 真是便宜到家了 而且还让龙尔臣对民感激不尽呢 少爷这笔生意做的真是太漂亮了 是啊 做生意跟打仗一样啊 强功不如智取嘛 是啊 你这位牛忌祖宗 要是早回来就好了 可以提醒提醒我啊 现在事情已经搞僵了 你再摇鹅猫膳也是事后诸葛亮 都没用啊 事后诸葛亮也不是人人都会做的 诸葛亮勿用了马速 试了接停 这可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啊 可后来他又巧失了空城记 下退的司马仪 处于败局之中又获胜 这成了千古绝唱啊 这就是事后诸葛亮的厉害啊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啰啰嗦嗦的了 你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啊 事实上 胜败还没有定局呢 怎么说 这第一 今天的telephone 不是林牧师亲自打过来的 他没有主动的向您攻击 这说明他还在犹豫 并没有把大门关死 这第二呢 那块地皮是少爷当面许给林小姐的 林小姐并没有拒绝啊 今天 林牧师的这话未必代表着林小姐的意思 哈哈哈 归根到底 少爷要娶她 并不是那个老头子吗 啊 说的对 第三嘛 今天林牧师一时冲动 出言不逊 但是少爷你 又没有与他争吵斗气 所以并没有造成僵局 这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是啊 好你个事后诸葛亮 你说 我该怎么办 少爷 莫要急 像林牧师这种人 是有学问的人 再说林小姐 又是黄人书院毕业的洋学生 对待他们 你要摆出一副绅士的风度 该花钱的地方要舍得花 但是 又不能让人家感到财大起粗 已是压人 少爷 当初 你把三太太从西营盘 挖过来的那套办法 在汉原 就不合适了 老莫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让阿三听见就完了 他饶不了你的 唉 少爷 我可没有 对三太太不敬啊 这些太太们 虽然在少爷面前 有钱有后 有大有小 但是 在我们这些下人眼里 都是主子 我把三太太看得跟大太太二太太一样尊贵 刚才说起当年的往事 只是想提醒少爷 嗯 凡事 要因人而已 遇到不同的对手 那就要不同的策略 以后遇到林小姐和林牧师 切不要激公尽力 主要是和他们联络感情 取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哎 这功夫下到了 自然是刮手笛落 睡到渠成啊 嗯 嗯 少爷 嗯 这件事 您可千万别跟三位太太提起啊